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齐桓公汲取了战场的教训 以尊王攘仪为号召 惠蒙诸侯 虽遭劫持 但他凡以出人意料的大度 为自己赢得了霸主的声位 此后 惠蒙与征伐的交替进行 就成为春秋时代霸主政治的显著特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齐桓公不计赦勾之恨 败管众为相 使鲁庄公大悲震惊 鲁国在战场上数次败于齐国 卢庄公不由地总是想起那个 被自己嘲笑过 却又被齐桓公称为重负的管仲 我是杀了你 我杀了你 国君 谁 是我 曹沐 你是 是 你来干什么 我看国军心情不好 想在暗中保护国军 你来保护我 曹墨 干尸之战的时候 你倒是想保护我 可最终还不是管仲把我救了 你呀 你以后就少打几个败仗 再明处保护寡人好了 曹墨 你怎么还不走啊 国军 曹墨 忠心耿耿啊 您看 身上的伤疤犹在 可国军您 却把我和 那个不能从一而终 身世二主的管仲相比 好 我请求国军给我兵车五百 我要抓回管仲 洗去我身上的耻辱 听说鲁侯 对国军拜重负为相 非常生气 派曹墨帅兵 天天寻衅要和我们打仗 是吗 国军 国军 明安 相国 齐大国 国军 民主 忠夫 既然鲁侯不服 曹墨又那么想与齐国打一仗 我看不妨应战 来而无往非离也 到时寡人也前去助阵 要是和鲁国打仗 我也去 臣以为 现在时机未到 应严阵以待 原本寡人也不想出兵 只是曹墨气焰嚣张 非教训教训他不可 也正好显示一下齐国的实力嘛 此时更应该专心治国 比如分乡 归属 临选人才 合理征税 振兴掩铁 那好 这些国政 就全凭重负操持 国人 命包书衙为将 克日兴兵伐鲁 包卿之意如何 既然国君主义已定 臣有一言相告 讲 屈迟须留后路 小胜即可受兵 其军连战连结 报书衙仇主满志 指挥其军乘胜前进 改连战连结 方大夫 重复刑文 最重复刑文 赵将来 早晟即可回兵 曹牧 你三战三败 如今你还有何话说 我请国君再给我兵车三百 什么 你想让寡人全国上下的兵车 都葬送在你一人之手 国君 包淑牙以率兵攻入长寿 还不退下 曹将军 国君训斥继续 不必难过 打败齐国的主意 会有的 什么 你们这些成天喝酒吃肉的人 没了主意 倒要我这个吃素的人帮忙吗 何处野老 慢 此人乃我相识 现在东平乡间居住 姓曹明贵 曹贵 你怎么这一身装束就来了 我可是要把你引接给国君的呀 哎 医生有什么要紧 施大夫不是说 只要我能够为国君出谋划策 就一定有肉吃吗 哦 哦 将军性 曹夫子 有何退敌良策呀 没有 没有 敢问卢侯 一凭什么号令士族 使士族甘愿沙场捐躯呢 暖衣玉食 但有所得 寡人不敢擅自享用 一定分给士族 小恩小惠 百姓不会跟从 祭祀用的牛羊玉帛 寡人不敢擅自增加 祝导也句句都是实情 一念之成 也不能说明什么 神灵是不会赐福的 国家大事 虽不能一一洞察 但也必是按情理处置 这算是为百姓尽得一点心意 凭这点意思 可以打一仗 不过 鲁国并非大国 也就是一仗而已 怎么打法 作战用兵之势 许临机判断 不可预言 打起来再说吧 不可预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曹夫子已身临疆场 有何临机判断了吗 齐军主帅可是报书牙 正是 听说此人鱼鲁交兵三战三截 何有此事 有 那我就有主意了 有主意了 夫子请快讲 让他们齐国先雷起鼓来再说吧 什么 你 我 传管令 军中雷霆 军中有感喧哗者 斩 敌 齐军正在市头上 不如稍微等一等 看看再说 敌 鲁军为何既不雷谷应战 又不出阵交锋 齐军已退 是不是该我缘雷谷 一步 中文字幕——YK 五军已经确证 再次击鼓必败 击鼓 击鼓 打败齐军的时候到 击鼓 传令 击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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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羽后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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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春 骑师把我宫将战 曹贵请见 其乡人曰 肉食者谋之又何见焉 会曰 肉食者笔未能有谋 公语之圣 战于长寿 公将谷之 跪曰 魏可 其人三谷 跪曰 可也 骑师败祭 公将持之 跪曰 魏可 下官其者 登世而望之 曰 可也 速如其身 追 给我追 停 停 即刻公问其故 对曰 夫战 勇气也 一鼓作气 载而衰 三而劫 彼劫我营 故克之 抚大国南侧也 具有福焉 武士其折乱 望其其迷 故竹之 好 太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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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ì 路易盛 好 太子了 naprawdę Schritt polit極 难於 The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齐是大国 齐人有多诈数 所以不敢贸然追杀 后来我下车见他们车车已乱又登车远望 见他们的旗子东倒西歪 才料定了其军心已乱正急于逃窜 所以才下令追逐 曹大夫 真难将相之才呀 我看 齐桓公在长硕惨遭败祭后 再度与宋国联兵伐禄 又遭到拼死抵抗 只好撤兵 回国后便终日藏于深宫 与宁臣 树雕 易牙等一起消磨时光 原以为你我共同辅佐小白 他又能做到言听计从齐国的霸业毕城 可谁知长硕遭到挫折以后 他便索性把国政全部推给了众兄 自己成天和一般小人混在一起 我担心他从此一蹶不振 再无惩霸之心了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大白之后他不愿意见我 是因为太好面子 也是因为求成过于心切 所以一时精神恍惚 众兄整日忙于国政 恐怕对易牙竖雕这般小人有所不知吧 我知包兄为人正直 不容侠屁 这固然可贵 但是水清则无鱼啊 若不能藏污纳垢 岂不是 那个树雕原本就是小白的姓童 只因苦于不能进宫便自断其根 还有那个厨子易牙 只因小白说 没有尝过人肉什么滋味 便将自己三岁的儿子杀了 做成了蒸肉来讨好小白 长硕之败乃是基辅之杀 只要休养生息不日可遇 但他若从此一蹶不振 整天和这帮小人混在一起 齐国的霸业何日可成啊 你我岂不成了欺君误国的罪人了吗 请包兄陪我供你走一趟 快 我听人家说 君出令 臣奉命 国君既然不愿意见相爷 干嘛什么事情都交给他呢 张口重负 闭口重负的 国君是一片诚心 可是人家外人 还以为咱们齐国没有国君呢 重负对于寡人 就像是臂膀之于身体 我这个身体 因为有了臂膀 才可以称之为身体 我这个国君 也因为有了管重 才可以称之为国君 哼 你们这些小人懂什么 我自觉无言 去见重负了 启禀国君 重负求见 是谁 改日吧 重负说 如国君不见 便在宫门口站着不走了 快 你们下去 下去 轩重负 是 轩重负进见 又随便 真是 我们立刻 老师 我们立刻 就这个国君 你去把农夫 让他们来 打赏 整个房子 终父 这是 庄长寿之负 则在管重 您收回管重 您要来 人一意孤行 才有今日之败 不 长硕之败 则在臣下 不 则在寡人 不 郭君 郭君 请收回管仲的相印 难道 众父真的不肯原谅 原谅寡人吗 长硕之败 责在管仲 为什么 因为 管仲有私心 当时 鲁为弱国 又劳师远征 我君只要严阵以待 不需多久 变革不攻自退 但无关 国君 又意悬要实力 又怕劝阻 会收到国君的猜疑 便违心地 迎合了国君 身为相国 不为社稷着想 当然不配戴死相印 请国君 收回相印 国君 寡人 修于剑道重负 勿请原谅 不能这么说 国君 不计射钩之恨 而且用人不疑 真乃千古一人 国君 刚才您的这番话 我们的门外 全听见了 是 三年后 因管仲秉政 齐国大志 齐桓公争霸的时机 成熟了 周自东迁以来 诸侯非但不嘲讽天子 而且先有郑庄公设周桓王之间 后有五国抗周庄王之命 楚国自称王浩 宋政杀军乱国 诸侯对此熟视无睹 无人率众行兵讨伐 其奉天子已令诸侯 有混乱不听亡命者 将率诸侯共讨之 使海内皆知七国无私而听命于我 如此国军不率兵车 霸业可乘 为了达到征伐达不到的目的 公元前六百八十一年 齐桓公趁宋国内乱 传天子之命于宋 鲁陈 蔡 魏 正 曹朱八国 按期到北姓之地会盟 齐桓公自持奉天子之命 不带一车一兵 因而此次会盟又称医商之会 八国只来了四国 紧急办数 这会盟是不是应该改期啊 不可以 古语说三人成重 如今复会者已有四国 不能说不是重了吧 可如若改期 便是缺乏信用 可明天就是会期了 如果 鲁正曹魏仍然不来 我们的会盟 还进行吗 北姓之盟 是春秋以来第一次 由诸侯主持的会盟 虽然来的国家不多 却开了历史的先河 此后 会盟与征伐一起 成为春秋时代 诸侯争霸的显著特征 但是 这种带有强制性的盟是 往往煞血未干 就被各怀意志的诸侯随手 起之了 小白奉周天子之命 在北姓与助公会盟 小白奉周天子之命 今要公推一人为盟主 以使权有所属 然后号令天下 蔡侯意下如何 论爵位 宋为公爵 其为侯爵 有等级之分 论实力 宋若其强 宋侯一跃心力 靠的又是齐侯 请命于周天子 实在难哪 还是推举齐侯吧 周天子命齐侯召集这次会盟 应该推举齐侯为盟主 程侯所言有理 好 还是推举宋公吧 齐侯就不必谦让 齐侯枉自尊大 假借天子之命 调遣诸侯 身为一个侯爵居然敢越位主盟 我说服从了他 将来不仅疲于奔命 也等于降低了名分 此次会盟 八国来了四国 说明齐侯还不能号令诸侯 他称霸对圣国也只是祸 不会是福 四国中只有国君是公爵 国君若不服从 陈蔡周三国自然解体 况且国君到此来 不过想确认在宋国的军委 眼下会也开了 盟也结了 还有什么可等的呢 对 对 慢 不能追 郭君 纵宫被被逃走 应请命于天子 有王痴扫罚 郭君 不擅不追捕 不合义理 那就即刻派人 去成州向周天子请命 大可不必 我们好吃好喝好招待 又驻高台又发誓约 他们可倒好 一个个想来就来 想不来就不来 来了的也偷偷地溜走 真不知道谁哄得谁玩呢 宋宫逃会自然应该讨伐 然而有比宋宫逃会 更该讨伐的 谁 鲁魏正逃四国 公然抗命不来赴会 应该讨伐 鲁魏在这四国之中 带头抗命 更该讨伐 正好报一报 长硕之仇 应该怎么做 请众父赶快告诉我 要想征服鲁国 必须先讨隋国 隋国 隋国是鲁国的 附庸小国 又曾经对国经无礼 只要以重兵压制 隋国毕灭 隋国灭 鲁魏恐慌 必来与我求和 鲁若扶我 再宜兵送过 就可以跟他算一算 惊天逃会的这笔账了 忠父 别再说了 请上车吧 你这笔账 你怎么还都猜 你怎么还要 自己的 不 你怎么还要 这么个拆账 你怎么还要 你怎么还要 我 你怎么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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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不 我不能让这个台子白建 不 再建就建一个更大的 不出管仲所料 小小的水果一故而下 齐桓公亲率雄师驻兵济水 鲁侯涉于齐军之威 不得不应约前往柯地与其会盟 按会盟规矩 咨询义军义臣登坛 继于军义谭价待命 慢 今日是两国国军友好盟会 怎么可以带凶器呢 请把剑留下 慢 慢 慢 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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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下有感喧哗者 斩 曹大夫 这是干什么 陆国接二连三遭受战乱 国家将亡 其侯既然蹲亡攘仪 以纪洛义强相号召 为什么不为鲁国着想呢 曹大夫 今日克帝会盟 正是为鲁国着想的呀 不知曹大夫有什么要求 其国势强凌弱 夺我土地 今日其侯若答应归还我土地 我国国君便与其侯煞血为盟 如若不然 五步之内 你我君臣 血见祭坛 我说到我们身杠了 我梦 我本身杠了 没有 你 曹大夫何必如此呢 寡人答应你归还鲁国的师弟就是了 西侯刚才的话可以算数吗 当然算数 西侯把侵占我鲁国的土地 真的还给我们吗 当然 那好 臣愿以再与管夫子杀血为盟 何必重负 寡人与你立下誓约 寡人丽氏天日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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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桓公归还了鲁国的师弟 不仅没有失掉面子 恰恰相反 退地为齐国在诸侯中赢得了出人意料的威望 此后齐国以天子之命为号召 相继出兵 相继出兵 拯救行国 魏国 北伐山戎援助燕国 在昭灵帅 在昭灵率诸侯联军抗击楚国 公元前六百五十一年 刚刚继位的周湘王 命大臣载孔父齐 褒奖皇宫的业绩 众多诸侯随之前往表示敬意 勾取着尊王壤一大旗的齐桓公 以无可争议的威望和实力 做上了春秋霸主的第一把交椅